嗨大家,我是Cindy,Cindy 今天呢,我要來挑戰一個企劃 那就是公開我在澳洲 一週的花費到底是多少 那我現在人呢,就在布里斯本嘛 所以想說剛好在城市呢 也可以方便記錄給大家知道 一週的花費大概會落在多少錢 我今天呢,是禮拜六 然後就想說從今天開始記錄 一週的花費 那我們現在就先準備開始我們今天的行程 Let's go 大家,我現在終於可以吃晚餐了 剛剛大家也有看到我在裡面人潮有多滿 真的是每一個都至少排15分鐘以上吧 那我現在呢,就是點好了我的晚餐 那因為呢,要記錄這一週的花費 所以呢,我是想說 該花的還是得花 該體驗的還是得體驗 就是我沒有想要刻意營造的有多省 然後或者是多花錢的這個概念 就是按照我平常生活的樣子 然後像今天就是特別有這個活動 所以我就也很想要來體驗看看 所以呢,我今天買的晚餐呢 就是這個 越式的法國麵包 這個是五塊錢 這個小杯的珍奶 這個也是五塊錢 再來呢,是我的點心 就是我已經很久沒有吃 台灣的這個車輪餅 然後這個呢,也是三個五塊錢 所以今天的晚餐呢,是15塊 但是呢,那個車輪餅呢 我應該是會今天吃一個 然後把剩下兩個當成 零後天的早餐這樣子 那我現在就先來吃晚餐 我超級餓的 大家我現在來超市採買這一週主菜的食材 所以大家就可以跟著我一起來逛逛澳洲當地的超市 大家早安 今天是第二天 那現在是大概早上9點半 然後就做了我的早餐 就是我昨天去Sunny Bank買的車輪餅 然後還有這個是我之前 就已經買好的一個 巧克力的muffin 然後習慣早上都會喝一杯熱的 這個是奶茶包 午餐時間 今天午餐呢,就想說吃個簡單的泡麵 然後買了我最喜歡的花雕雞麵 然後也是之前就買好的 各位,現在是晚餐時間 大概是6點半左右 然後呢,我已經煮好我的 雞肉味噌烏龍麵了 那我基本上呢 就是用原本的食材 加上我昨天買的一些蔬菜 像這一碗呢 就是超級簡單 又很健康 這碗是又非常好吃 我自己超級喜歡煮這一道料理的 那我現在就在馬上吃晚餐 抱歉大家 我今天一整天都在家 所以真的非常的狼狽 反正呢 是要記錄我的日常嘛 所以 這樣就是最真實的我 哈哈 我先來喝一口糖看夠不夠味道 喔,完美 好好喝喔 我真的超愛味真的 早安 今天是第三天 然後 今天開始呢 這一週一到六我都會上班 所以 早上呢 我的標配就是會 一樣帶一杯熱的奶茶 然後還會有一塊小蛋糕 對 就這樣子 快速的解決我的早餐 等一下中午呢 會吃店裡的員工餐 所以是免費 那 bên 我還會吃米酒 床 吃米酒 是一個天堂的 看不出來的 然後吃米酒 吃米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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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煎蛋在上面 然后呢 我也有煮了味噌汤来配 好 那我们就明天再来继续记录 我们现在要加紧我的go car 然后用这个加紧器来加紧 早安大家 今天是礼拜五 那也是我记录这个澳洲一周花费的最后一天啦 那今天的行程呢 就是等一下要跟我的房东一起去吃一间 在布宇斯本蛮有名的一间台湾小吃的餐厅 然后下午呢 我会再去上班 今天上班的地方是在一个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地点 所以就会有不同的员工餐 但是也都是免费的 所以这就是我很喜欢在餐营业打工的原因之一 因为就是我有免费的伙食可以吃 那我们就开始我们最后一天的记录吧 好 那我已经度过了在澳洲的一个礼拜 那现在呢 就来统计一下这周到底花了多少钱 那我有把所有的花费呢 把它分类好 那以下呢 就按照分类 来一一跟大家公开 那我先从交通的部分开始 那交通的部分呢 在布宇斯本都要买一张交通卡 叫做Go Kart 就有点类似像我们的一卡通悠悠卡的概念 就是把钱出资在里面 然后直接就是在搭乘大众运输的时候呢 去做扣款的动作 那因为用Go Kart刷卡呢 会比值本的票价便宜很多 也会常常会有一些优惠等等 然后它是有分就是Zone 1跟Zone 2 Zone 1比较在市中心 Zone 2就是市中心外围这样子 我在Zone 1就是在市中心这边搭乘的话 成人票价一次是3.55块 然后离峰呢 会便宜一点是2.84 然后另外呢 它也有一周搭满8次 后面就会半价的这种优惠 所以我一周7天呢 有6天都在搭车 那一天又至少两趟就是上下班的话 我的交通费呢 是70.29澳币 大约是1476台币 如果你有跨到Zone 2呢 或者是你多搭了几次车的话 你的交通费可能就要再来多抓一些 那因为我就是跟朋友出去吃饭呢 有时候是他们直接来载我 所以就会省下这个交通费的钱 但如果你是要搭可能像是Uber这类的计程车的话 澳洲的Uber其实也没有到非常贵 反而是计程车比较贵 所以大家就是在轿车之前呢 也可以先比价一下 好 再来是餐费的部分 那大家应该也有看到我大部分都是自己组嘛 因为在澳洲自己组真的省钱很多 我一周到超市才买大概是一到两次 就是看组的状况 那因为这一周比较多外食 所以我只去超市一次 那这一次是买了22.44澳币 然后影片中应该有出现一些 是我之前就已经买好的一些品项 像是可能早餐的小蛋糕 然后奶茶包 泡面这些有的没的 这些加起来呢 额外的花费是12.5澳币 那外食的部分呢 我周六去Sony Bank参加那个 铜板美食价的活动 是花了15澳币 然后呢 我某天又买一杯冰抹茶 它是8块钱澳币 然后另外两餐 我跟外食呢 非常幸运都是朋友请客 一个是房东请的 一个是我同事请的 对 因为我要 我那时候要离开古以思本了 所以他们就有请我吃饭 这样子 所以呢 我的餐费总共花了 自己煮 跟外食的餐费呢 57.94澳币 1217台币 再来是生活用品的部分 那我有一天有去买了一个 洗发乳跟一个海洋友善的仿晒 这两个是花了26.98澳币 大概是567台币 最后呢 是一个其他的项目 就是可能我个人所需的一些物品 或者是购物的部分 那在这个部分呢 我就买了一个记忆卡 它是41澳币 大概是861台币 然后我购物买衣服的钱呢 是花了大概100澳币 所以是2100台币 这样子 那最后一项就是住宿啦 住宿的部分呢 我在布里斯本 大概20分钟公车车程的一个地方 我的房租呢 是和其他两个人共用浴室的 sharehouse 一周是230澳币 大概是4830台币 好那这样子呢 总共统整下来 在澳洲一周的花费呢 是526.21澳币 那总共换算成台币呢 是11050台币 那这个花费的基准呢 是在一个没有说到非常省钱 没有说到非常花钱的一个 正常生活的节奏 那当然呢你要省钱的话 还有很多办法是可以省钱的 或者是你要非常挥霍呢 在city也是可以非常的挥霍的 所以完全就是取决 你自己是有什么样子消费的一个习惯 我自己是觉得 其实在city 现在在澳洲的市区生活呢 真的是有一点难存钱 主要是房租高 然后交通费也高 然后可能city的工作呢 指数跟薪质都不会说到那么稳定 所以就变成说要存钱呢 会比较没有那么容易 好啦那这就是今天的影片 希望大家喜欢 喜欢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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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